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F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 一個城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Input 城市處理邏輯 還有Output 所以IO的一個快慢 對整體的Data Flow的效能 占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所以我想不論是 大家不論您是Developer DBA或是Data Engineer 在工作上常常會遇到 所謂的IO Performance的 這種Bottleneck 尤其現在是這種 Open Source的時代 和Big Data時代 其實我們也可以常去看 這種Open Source Framework 去瞭解其中他們高效能 以及快速他們的原因是在哪裡 我是Michael 今天我來大家首先先了解 最基本的Java File I.O.的效能分析 和比較 首先一點點關於我的Background 我是Suffer Engineer 我在一間外商 我們公司是在做 類似網通設備 做AP做Switch 我自己本身是在做 System Management 跟Controller這一塊 那我的Day-to-Day的工作呢 除了是在Developer Software之外呢 那其實也有在分析 整體的Performance 那其實跟今天的主題 也有一點點相關 那今天講的一些 這些slide 還有這個source code呢 其實都在我的GitHub 跟slide share上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那今天講的這個concept 其實都是非常基礎的 那有一點點相關 於這種Linux Operating System 的一些概念 以及今天講的 用的Java的東西呢 很抱歉 我比較年紀稍微大一點 所以用的可能都是 比較屬於Java 8的 一些source code 那因為時間上關係 可能不會cover到太多 關於這種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ool的東西 那至於今天講到的 這種benchmark的數據呢 基本上 可能只是for reference 因為這種benchmark的數字呢 可能會根據於大家的 你OS的不一樣啊 operating system不一樣啊 你的作業系統不一樣 你的Howard不一樣 甚至是你可能是在cloud 或是你的on-premise的 系的環境 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會建議您 回去自己寫 自己的benchmark的code 自己跑看看 自己去感覺 去學一下 好 最後是我自己本身 也是去寫application出發啦 那學kernel的東西 也是邊做邊學 所以我想可能 在做的可能 有很多高手在做 所以有什麼東西講的 可能不夠好的話呢 也請大家多指教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 非常古老的這種java IO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處理兩種的 Io的資料 一種呢就是處理這種 很多很多的characters 那它有可能是用被unicode 或是其他的chart set去 扣過的 另外一種呢 它是可能是它去處理 road data 就可能stream of bytes 那舉例來講 可能像buffer reader 或者buffer writer 它是專門去處理characters 那input string跟opput string 它是專門處理road data 這非常的單純 大家都很熟悉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去看一下 它裡面的source code的話呢 應該會發現說 它常常去用了一個東西 叫做decorator pattern 什麼是decorator pattern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file 是example.txt 那從file input string呢 它所做的事情 就是從這個file 讀road byte data出來 那再由input string reader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剛剛前一月講 它是做一個 可能是做一個unicode的encoding 做一個效果 那再到下一層呢 就是做buffer reader呢 它可能是為了要提升 reperformance的關係 做一個buffering的效果 所以decorator pattern呢 你可以想像是 它是一個design pattern 是為了疊加式的增加 額外的 一層一層的增加額外的一個功能 那java NIO呢 它又是做 又是一個比較 稍微新一點的一個package 那這個是有一點講古啦 那因為java 1.4之前版本 java對古老的IO的支援 其實並不是很完整 那developer在開發一些比較 performance要求比較高的程式 往往會遇到一些瓶頸 例如說 以前的這種IO的這種class 它沒有定義一些明確的input output 跟中間buffer的一些概念 更重要是說它這些call呢 這些functioncall其實都是blocking 都是blocking call 所以這個都是很致命的一些缺點 所以在java 1.4的時候呢 很久以前啊 2002年的時候 那個sun那個時候還是sun microsystem 就開始introduce NIO這個package 所以它開始導入一些non-blocking的一些paradigm 導入一些asyncIO的model flexible的functioncall 可以讓你去做 讓你去做index式的那種前進跟後退 那NIO呢 也有提供很多的non-blocking的paradigm 那這個其實對 尤其是在做networkingIO來講的話呢 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那 因為今天其實主題主要是focus.file.io 所以這個network.io的東西 我們可能比較不會提到 那我們我想這個金字塔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比較熟 應該以前有看過 所以越是上面的東西 應該就代表它速度就越快 但是它的cost就越高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假設說 如果我們今天touch 就access一次L1 cache 所花時間是0.5的nanoseconds 那accessL2 cache 稍微它要比較慢一點 是7nanoseconds 那accessRandom 就是man memory的話 要花時間就更久了 是100nanoseconds 那今天我們是 換一個方式說 我們今天要從man memory去讀 1MB的data 那by toby去讀 要花250microseconds 那我們今天是從SSD去讀 是要花4倍的時間 那從mechanical 這個spinning disk去讀 我就要花20倍的時間 那這個只是一個 網路上一份數據 並不是一個絕對的一個數字 然後我想現在時代的進步 這些數字應該都不太一樣 只讓大家有一個感覺說 其實這個金字塔的一個組成 以及它的時間的快慢而已 那buffer到底是用來做幹嘛的呢 其實buffer的概念非常簡單 基本上我想我們有一個memory和disk 中間放了一層buffer 它的功用其實就是說 當我們有資料 先從disk出來放了buffer之後呢 那我們再次去讀 同樣一份data 我們就不必再從disk讀出來了 那很簡單嘛 因為disk永遠是去 disk去拉永遠是比較慢的 這個是law of physics 這個沒辦法去打破的 所以這樣來想的話 它永遠是一定是可以去增加read的performance 那從寫的角度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先把要寫的東西 全部先堆在memory buffer 再一次性的bulk write 寫到disk上去 這理論上也是可以增加寫的performance 那左邊這張圖呢 看起來很複雜 那我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從userspace 這上面的userspace的application 一層一層寫到kernelspace的page cache 再一層一層最後面連到 這個最下面就是disk space 就是你最後的硬碟 藍線往下走的就是你的write path 綠線往上走的就是你的write path 就是讀的部分 那整體的io的dip path 其實是很複雜的 它是由一層一層buffer 跟不同component組織而成 那所要講的就是一句話 就是說system performance 其實是一門顯學 它其實要 不只是要去study 你的application層的performance 其實要包括你整體的suffer stack 包括linux kernel 包括你甚至是你可能要去了解 你的硬體的規劃 每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影響你整體的performance 我們先把剛剛的圖做一個簡化 我們先來看一個最簡單的一個standard read的case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application code logic 那它裡面有放一層user buffer 就是userspace的一個buffer 那 kernel space大家知道有一個page cache 也就是system的一個cache 以及我們這個就是我們的硬碟 我們今天要讀一個data 當然就是從硬碟讀出來 先會放在system space的page cache 再放到userspace的buffer 最後回到code的邏輯 這段過程花了三次cpu的operation 那在下一次呢 我們讀同一份data 那既然它這時候已經在buffer 我們其實甚至 我們只要 基本上根本就不用從硬碟讀出來了 我們只要花兩次的operation 非常簡單 寫 也是一樣 那基本上我們從code邏輯出發 那我們先寫到user buffer 再寫到kernelspace的page cache 那因為linux的kernel設定 它不會馬上寫到那個disk 因為這個是很耗那個io的 所以它有個設定是說 它有一個delay write的功能 就是它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才會寫到disk 那這個東西呢叫做delay write 那這個之後我們會講 那整體的一個cpu的動作呢 也是一二三三個動作 那為什麼我們這邊會一直提到 因為數 到底會花幾次cpu的動作呢 因為跟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會有關係 因為m-map 就是所謂的 大家有所謂聽到 memory map 其實它基本上是把一個文件內容 map到一段記憶體上面 那基本上我們通過這種 對記憶體的修改的時候 同時間也會對文件做一個修改 那基本上它的特色是說呢 當我把那個 我map到的這個 userspace memory 跟kernelspace的page cache 它其實已經融為一體了 已經做一個sharing的一個mode 好 那好處是說什麼呢 當我這個 當我這個 擴論邏輯對這份記憶體做一份修改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已經對 這個kernelspace的page cache做修改了 所以它可以少一份extra的cpu copy 相對來講它也可以比較減少 potential的kernelspace跟userspace的contact switch 當然它最後如果要把這些memory東西要回到disk 當然這個也勢必是最後要花disk.io的 那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呢 就是你會看到的東西叫做page fault 或者是更精確的講法應該是major的page fault發生 那這邊如果大家有我的slide的話可以點下去 應該是有一個小故事可以看 這個是memory map的一個特性 send file send file大家可能對這個function code稍微有一點陌生 但這個file其實是用在如果當你今天如果要傳一個檔案 或是copy一個檔案 不管是到本機或者是到一個remote 一個機器上面 那它其實在kernel2.多版本就已經支援了 那它的用法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今天要做data copy的時候呢 我不用我這台本機上的cpu 我反而是用我的block device上面有一個東西叫做dma engine 我今天data copy的這個resource 我消耗的是用這個dma engine上面的resource 大家可以看到當我做data copy從block device到page cache的時候呢 我這邊是消耗的是用dma engine去做的 而不是用本機的cpu去做的 所以這邊的cpu copy可以 the resource可以去被省略掉 那如果是我今天要做一個網路傳輸的話呢 想當然從page cache copy到本機上面的 譬如說可能有一個socket buffer 那這邊的cpu copy當然就免不了了對不對 那當然那個kernel developer當然有更多的事情做 它做很多enhancements 所以它在接下來的一些版本呢 比較新的版本呢 它做更厲害的一些功能 就是說cpu 它這個情形呢 它基本上只要傳一個fd跟一些metadata進來 那基本上原本的data copy原本的工作 甚至是都交給dma engine去做了 所以以這個case呢 比較新的kernel呢 它幾乎原本應該由cpu 它本機上cpu該做的data copy的工作 都交給dma engine去做了 所以以這個case大家可以看到是說 cpu的使用量可以大幅降低 那這個呢 技術呢 或這個現象呢 大家是常常聽到的 這個就叫做zero copy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openjdk的source code 以及它如何達到一些這個 跟剛剛我們講的一些system code的相關系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readpath來開始講 一個file input string 如何去讀一個file 這非常簡單 那我們從java code開始觸發 從java code 從這邊觸發 到jni這一層 jni其實就是c 基本上有c組成 一直到這邊有好幾個file 到最後系統層 這邊有個wire loop 基本上到這邊其實它就是傳一個fd進去 然後基本上就是對這個fd 一直做一個讀data的動作 一直讀到它把資料讀完結束 基本上這是一個blocking code 非常的簡單 那為什麼我這邊畫三個顏色呢 基本上我想表達的是說 通常java跟jni所使用的cpu 通常是user space的cpu 那system這個這一層的cpu 畫的可能是system的cpu 因為它最後讀的可能是read的這個system call 那file outputstream的寫的這個動作 跟上面的之前講的read這個動作 也是非常的類似 差別只是在於最後這個動作 也是很類似的wire loop 但差別在於最後wire loop 它是針對一個fd 可以一直把東西寫進去寫到結束 一個blocking code 就這麼的簡單 那我們剛剛講到memory map 它的功能是把一個文件的內容 map到一段記憶體 那通過對於這段記憶體的修改 實現對這個文件 eventually可以作為修改 所以代表說它對這個文件 有一些做一些permission上面的一些更改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對這些文件上 可能有一些permission的flag要設定 所以在java的有一個file channel 有一個方法叫做map 它有一些flag 跟native 比如c這層的flag 其實是一對一的 好 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flag 基本上除了read跟write的flag之外呢 還有一個flag叫做share跟private 不好意思 一個flag叫share跟private 好 那share mode 基本上就是說 它最後的這個更改呢 會回到file 那private 表示說最後的更改 只會stay in memory 它不會回到file 就這麼的單純 當然它其實有更多flag 我這邊沒有介紹 好 那最複雜的 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應該是屬於file channel的transfer to 的這個方法 它其實判斷邏輯有很多 那它首先呢 可能它表達的東西是說 我今天file channel要transfer一個data到別的地方 好 所以可能transfer to裡面放的可能就是destination 好 那首先它會判定說 我今天這個kernel有沒有支援send file 這個system call 如果有支援的話 它會走這條路 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會check說我的destination 這個object 它是不是也是file channel這條路 如果是的話 它會走m-map這條路 就是可能稍微 沒有這麼快 但是也蠻快的 那如果兩者皆非的話呢 那它只好走傳統的re-write這條路 好 那我們剛剛稍微很簡單的go through 一個java層的那個read write 以及map m-map還有transfer to的一些路徑 那這些東西它最後 那這些東西都只是application層嘛對不對 那它最後其實我們回到一開始的那個圖 它會寫到page cache 就是系統層的cache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這些落在memory層的system cache 什麼時候呢 這個data什麼時候才會寫到硬碟呢 那其實概念非常簡單 好 這些data呢 一開始呢 是的確是寫在這個page cache 那這些東西 我們叫它dirty page 或dirty data 有三種情形 它會被寫到硬碟 當你的free memory 少於某一定程度的threshold 或者是說你的dirty data 已經超過於一定的時間 就是你可能超過某一定的 比如說可能一天或什麼時候 那你的background 或一個demon會長出來 它會periodically flush這些data 到你的硬碟 那這個叫flush 統稱叫flush of threads 那可能會根據你的linux kernel版本不同 你的demon名字不一樣 比較舊的linux kernel會叫pdflush 可能比較舊 那比較新的的kernel 可能會叫something 可能叫做flush 那第三種情形很單純 就是說當user 在code裡面寫sync sync 或fdata sync 這種system code的時候 直接下 它就on-demand的方式 就會把這些data sync 到那個disk上面去 這種方式比較不會建議 因為通常我都會交給kernel 去自動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會直接寫到硬碟是比較傷performance 一件事情 那既然我們看到既然有system code這一層 那java是不是有提供相同的API呢 答案是有的 假設說我們今天有一個file channel的一個object 我今天想做同樣的事情 那它有提供一個方法 叫做force 裡面提供了一個flag 叫做 裡面提供了一個flag 那這個flag 當它是true的時候呢 那它會invoke的system code是fsync 那當它的這個flag是false的話呢 那它會invoke的system code是fdata sync 差別在哪裡 很簡單 簡單來說 fdata sync它指sync data的部分 那fsync呢 是除了data部分 它還會把metadata的部分 也一併flush進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其實 fsync是比較慢的 因為它除了要sync data的部分之外 還要把一些可能 答案的大小啊 這些information 然後答案被access的時間啊 答案的一些被modified的時間 也要被sync到disk上面去 這其實invoke的位置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fsync其實是有toucheddisk兩次 至少兩次的次數 所以是比較慢一點的 相同來講 如果你今天是用randomaccessfile去開的 那使用方法不太一樣 是您在做constructor的時候 就要去指定您的使用方式 使用時期 所以是在constructor就要給一個mode 是rws或rwd 然後對應到的一個native的system code 就是osync跟odsync 那是接下來您在使用這個object.write 就是在寫的時候呢 它會根據您之前在寫的 會根據您之前在設定的flag 會做出相對應的一些事情 例如說如果您之前定的是odsync的話呢 它會下fsync 如果是osync的話呢 它會下fsync 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做了一個簡單的benchmark 基本上其實是我打了兩次 首先 一個是比較powerful一點的PC 配有SSD 另外一個是比較弱一點的CPU 但是配這種spinning desk 那我的程式其實都是用這個 有一個算是library吧 去寫的叫做jmh jmh它是專門去寫這種java microbenchmark的一個程式 一個library 那它是openjdk的那些人開發的 它裡面有很多feature 可以幫助您去avoid掉一些jvm optimization的功能 那細節可能就不細講 當然它周邊還有一些可以 輔助您去產生一些jenkins style的一些很漂亮的report 例如說下面這個圖展示的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一個sequential rewrite 就是sequential copy的一個benchmark 那我所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比較了以下大概一二三四八個方法 有些是io的package 或是nio的package 那看起來好像蠻多的 所以我做了一個table 那因為我做這個benchmark的目的是 其實我因為file size是固定的 但是我想測試的是把buffer size改變的話 能對整體performance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我的變數是buffer size 那因為有些API它本身不支援buffer 提供buffer的parameter 所以我自己放了自己一個localbuffer進去 像copy with rowbuffer 那個其實就是file input stream跟 output stream 做一份copy 那想必就是說localbuffer我就放個byarray 非常單純 做個array copy 那像file channel呢 它本身也沒有提供一個buffer的功能 那我就做個bybuffer的一個copy的動作 那還有剛剛提到的一些像是transfer2 它本身有conditional 有可能是使用amap這條路跟synfile這條路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的 我的buffer size 有可能從32k 一直到最後256 1k 8k 最後應該是100k吧 123 可能是100k 應該是100k 的大小 file size 32MB 沒有很大 但是我每一個iteration都會跑20次 那 也就是說我32MB 32MB的這個experiment 我也跑20次 256 我都跑20次 然後每一個方法我都會這樣子去跑 那每一次iteration呢 我都會clear system cache 還有所有的cache我會清掉 因為是公平期間 這個就是我剛剛一開始介紹的兩個taskbar測試出來的結果 那第一上面這張圖是跑到SSD上面的 下面這張圖是跑到spinning disk上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 x軸是 由左到右 基本上就是 由buffer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由buffer越大 從32k到100k 那 y軸呢 其實就是latency 基本上就是說 當你完成一個operation 平均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從SSD這張圖上面 你buffer越大 latency它就會降低 當然因為是SSD 所以比較沒有所謂的Io的bottleneck 那當然 可是換到下面的spinning disk這張圖來講的話呢 很明顯可以看到某些方法 它其實 它一直都會下不來 那例如說 紅色這條線可能是 我看看 這可能是 file input stream的這個方法 以及 灰色這條線是file channel的方法 還有局限是buffer input stream 還有put stream的copy 這幾個method很明顯的 它的performance就比較差 相對來講 nmap啊 transfer2啊 其實它們這些方法都比較快 當然這個只是參考而已 因為它這個可能 因為可能也是基於我的 這台machine它的 也可能比較弱一點 因為是我家裡的 那個很舊的機器跑的 大家可以自己在本集上 自己的機器上跑看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自己也有跑了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random access的 copy的一個benchmark 所以我做的事情 其實也很簡單 我基本上就有比較兩個方法 就是file input stream跟 output stream 以及nmap的方法 所以所有事情很單純 基本上就是說 我有一個份很大的input data 那配有一個index file index file它裡面基本上就是說 我今天有每一份data 從input data裡面有一份 每一個record都有一個index 還有它的長度 以及它的data type 或是它data的一些歸類 那實際上的分類 但實際上它可能還要更複雜一點 所以我的benchmark的程式呢 它會把兩個input全部揮進來之後 它會根據我給的offset跟length 去從這份很大的input data裡面去讀 再output出來 所以它會根據可能是我這個 那個index可能在1234567這個地方 它讀 往前讀1萬個位置 它讀出來 然後再根據一些邏輯 再寫到某一個地方 一樣 我這個atturation跑20次 每一次我就會clear system cache 這個是我跑出來的result 好 那 比較明顯的是說 files input string 這個 SSD 比較快 左邊SSD extra的是左邊SSD 和spinning disk SSD的確會比較快 我跑好幾次結果都差不多 Nmap看起來都是比較 最低的 它一定是outperform 但這並不代表說是 它永遠都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 我的datasize可能不太 不一樣 不一定很夠 我dataset的size可能比較小 然後我的記憶體永遠很夠 所以它一直 它都在memory在夠的情形之下 它是完成這個test 所以這個 並不代表說 Memory Map 永遠是 比其他的方法快非常多 第三個 我所做的一個benchmark 是做file replication 的benchmark 那我 所做的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benchmark 是比較四種 常用的一個方法 一個是NIO的files copy 另外一個是file channel的transfer to 還有guava的files copy 以及commonsIO的file copy 那compared的 也是變數是filesize 從1MB到100MB 那次數也是20次 那drop的 那每次跑的iteration 也是clear system cache 那跑出來的結果 兩次都比較類似這種情形 當你的filesize越大的時候呢 Performance當然就是提高 Performance就是降低了 因為Y軸是latency 所以當檔案越大的時候呢 所消耗需要時間就增加了 然後大家會很明顯看到的就是說呢 藍線跟橘線 是 藍線是 是apache的files copy 橘線是guava的copy 這很明顯 他們兩個 都是比較慢的 不管是SSD跟spinning disk 他們所需要的消耗時間 都比下面兩個都還要多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並不代表說 NIL的files copy 就一定會比transfer2 還要來的快 因為我要做了一個 比較精細一點的比較 我又做了一個 大家看到這張圖 X軸是時間 Y軸有兩個Y軸 左邊Y軸是CPU的使用量 右邊的Y軸是Disk IoPS的Write PS 有看到三條線 綠線跟黃線是CPU的使用量 藍色這條線是硬碟寫入的次數 大家很明顯看到這邊有個分水嶺 很明顯的CPU使用量到這邊就下降了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其實是做兩個不同的benchmark 所以這邊我們就recall剛剛所講的 file channel transfer2 其實是有用到send file這個東西 send file其實是用DMA engine裡面的 zeocopy的這個概念 這個技術去做的 所以CPU使用量是可以被降低的 所以它performance是可以被提升的 非常快速地溝通一些最近比較亨的一些use case 我必須要先講 我不是Kafka的高手 應該說我連第一手都不是 我只是最近看了一點書而已 那Kafka呢 其實基本上就我所知啦 我只不過看了這一頁的一個文章而已 那Kafka基本上它在寫file的時候呢 它是用NMAP去寫的 那我們剛剛可以知道說 NMAP其實去寫file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當consumer為什麼 那Kafka當然它另外一個厲害的地方 是它傳file的時候非常的快 那consumer在傳file的時候呢 它是用send file這個send code去call的 所以它在傳file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跟broker講說 我要這個file 所以你給我這個file 以及我上次傳的file offset 是index 跟length 這樣去做傳輸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用剛剛的file channel transfer to 這個方法去做的 那這些link其實都有 這是Kafka的source code 大家有空 如果有我的這個slight的話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是在github的連結 Cassandra 也是一個大家比較 應該有聽過一個noSQL database 它也是用了大量的 memory mapping的方式去做讀跟寫 像是commit log 它去做一個 就是 WriterHead logging 所以 它用memory mapping去做大量的寫到 commit log 然後去做 memory mapping去做 寫到那個sstable的時候呢 它要用 memory mapping去做讀的這個動作 那如果大家 有空的話 可以去用 把那個 Cassandra 這個process 它的memory dump dump出來的話呢 其實可以看到說 它的permission是 rewrite跟share 這個就回到我們剛剛講 一開始有講到 有一個 memory mapping的 不是有一個 permission的flag嗎 這個就是對應到 那一張車講的東西 以及 Data file 它其實是 read跟share的 這個 permission的flag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這些 如果要細看一下 這些 no-secret database的 那個 一些它的framework 跟 src code 其實看到它裡面有一些很 其實大家 看的東西應該都差不多 那 當然不只這些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看一下 一些 像linux source code 跟這些 其他的一些 open source的 big data的一些 src code 大家想應該都還蠻有收穫的 那我的 今天的演講 到此結束 好 好 謝謝 謝謝